跟车太近容易翻车 这句话真的不假 一名司机怀疑是为了贪快贪方便 紧贴着警方开路车队的后方行驶 结果被警员反降一军 直接停驶在路中央 下车拍下违规司机的车牌号码 现场情况相信被其他民众拍下 在网上流传 画面显示 一辆警车为警察罗里开路 并且指示其他的道路使用者让路 一辆白色轿车却紧贴车队尾随其后 结果就被发现不妥的警员 当场拍下了违规证据 这起事件引起网民的热议 不少人都表示 警员下车拍车牌的行为实在大快人心 镜头转向马六甲 一名女骑士在早前追尾撞上一辆轿车 结果反复受伤 现场情况被上传网络后 引起不少民众留言同情女骑士 没想到事件峰回路转 有网民在本月上传了一则 行车记录仪的后置画面 还原了真相 揭露女骑士一边骑摩托 一边看手机才会发生意外 让不少网民哗然